哎你们知道吗 千万得给法国人吃小馄饨 否则你可能会看到这样的画面 这就是这样的 之前总来帮忙吃菜的两个小姑娘 今天这个暑假就在我公司实习了 今天还带了两位慕名已久的男同学过来蹭饭 给你看看我们平时都吃啥 我丈母娘一听老开心了 一大早就开始准备今天中午的员工饭 鲜肉小馄饨 还跟我说这馅儿的秘法 是她年轻小哥国内干食堂的时候 做了好多年才总结出来的 一般人享受不到哎 小姑娘跟我说 她这个同学家里是在法国集社里开快餐店的 所以嘴叼得狠 也不知道这撇包馅儿的小玩意儿 能不能拿下她同学这个法国味 红顿 红顿 不 我看你 我看你这个是什么 你三鲜虾 三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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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说 我说 三鲜 结果一碗下去啊 汤都给炫的干干净净 三鲜 吃饱喝足了男孩又跟我说 他爸爸给集社上开的那个外卖店 有这个玩意儿 绝对能卖爆了 那要这样的话 那咱干嘛不趁开学之前 去集社织个摊呢 再从国内弄点夜市的那些好玩的玩意儿过来 朋友们 你们还有啥好玩的点子不 咱出汤的时候都给他整上